好,歡迎家庭觀眾 回到現場 剛才跟馬老師聊得很… 很緊張… 說到尾聲,這位是十多億富豪 因為牠養了鬼仔 到最後老婆死了 死了,女兒又殘廢 到最後牠來找你時,你怎樣幫牠 其實牠不是年紀很大 四十多歲,其實都是前路茫茫 很老,也算是風足殘年 但人生還要很長時間 但你進入那間屋看的時候 你覺得那局是鬼局 因為羅庚跳得很厲害 那局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那支指針直跳的時候 不是橫跳的時候,是有陰靈的 所以牠找了一些邪的師傅 用這些叫養鬼術的師傅 這件事我不評論,只是告訴牠 是很君子的,牠不肯說 我們在說回事情,好嗎 我告訴牠,既然你仍然這麼年輕 四十多歲,你還要養女兒 那你真的要想想如何把你的不好運 驅走才行 我告訴牠,要先養鬼送走 第二,要如何收藏罰法 蒸福氣 一定要先送走鬼 不然陰靈在那裡,始終運氣也不理會 馬老師又想問 有甚麼方法可以送走牠 牠正在養 牠在鏡頭中途不想 怎麼可以送走牠 你說如果想送走鬼仔 都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比較肯辣的方法 簡直是殺了鬼 說來聽,說來聽 這個我不是很建議 始終我可以說 但不是太貴重 說可以嗎 不是叫你殺了鬼,你告訴我 其實那些小樽進入鬼仔 可以找一天,就是純陽的日子 純陽 年那一年要陽年 陰陽的陽 月要陽月,日要陽日 時辰要陽時 有些叫陰年、陰日 陰年、陰月,陰日、陰時 我們選擇這個相反的 陽年、陽月、陽日、陽時 在時辰中 還要下午11時至1時 這個午時的時間 將那個小樽進入太陽時 拔出來,灑在地上 灑在地上 灑在地上 在太陽燒在地上時 有機會… 即殺了牠 陰靈可能會殺了牠 除非陰靈的鬼仔 牠已經修行法力很高 就算法力很高 也會令牠不會再有法力 你知道嗎?馬老師一邊說 聽到像我小時候看的 那些殭屍片的電影 我現在這麼硬看,我一邊收你 然後打開一聲… 在喊著會離開 一邊說,還有這個印象 沒有殺傷力那麼大呢? 正常的方法,我不建議用 因為我們殺了一隻鬼 對,也是作業的 其實也是殺生力 對… 所以我不建議用 不建議 另一個方法,也有些人用 但不可以隨便用 我也不建議家庭觀眾會用 有一個方法就是對著養鬼仔的瓶子 中地藏菩薩本現經七次 然後把瓶子埋在地底裡 沒有人會掛出來 就變成像撞了牠的樣子 撞死了的人 所以牠不會再出來作惡 即是用地藏菩薩的力 去收掉牠 對 交給地藏菩薩 即是地藏菩薩是專管鬼 交了這隻鬼給地藏菩薩 也將牠入土為安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但因為我們平時中地藏經的人 不一定會中 不怕他中錯等等 這也是不太常用的 我想問,如果不幸被人掛出來 那怎麼辦 因為放在地藏底裡的時候 已經埋葬牠的樣子 埋葬牠的樣子 牠已經等於是死了人的埋葬 拔了出來的時候 牠也不會再作惡 你喜歡… 還有一個方法 對… 再輕微一點吧 再說來聽聽 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水綠法會等等 很多大德是重驚的 可以拿在那裡找大德 重驚的時候 可以超到這些 這是最好的 我反而覺得這個是… 我也覺得是 我不跟你結一個縣 我還幫你結一個行 我即是把你這隻鬼仔 雖然被人收了 我還交給一些高增 幫你超渡 我再送你一程 但也有一個問題 水綠法會不是經常有的 要等的 譬如說鬼仔已經在家 那個客人已經養在那裡 我叫牠盡快 不要放在那裡 但你說等一個水綠法會 可能等三個月或半年後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馬上要先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真的要重地藏菩薩本驗經 然後先找一張紅紙包住 儘量讓牠不要走出來 而且真的要適念 不要念錯 或者找師傅幫你 如果自己不太熟悉 我說我自己真人真事 對,我很心急上聽 我說我真人真事 不,我先不說那個女藝人的故事 我剛才說了地藏菩薩經 真的不懂得念那些 不要亂唸 是的 因為有一個叫高增 送了一本地藏菩薩經給我 我突然很喜歡看書 我回家看了地藏菩薩經 打開它,然後就讀吧 是 讀,一直讀字 我的字很漂亮,就讀 一直讀之後發覺不妥了 房子越來越多東西 你感覺到嗎 我感覺到 好,因為我一個人居住 我突然覺得我的房子 好像花屎一樣,慢慢來 我簡直覺得… 他們來聽嗎 聽,來聽 當時我很害怕 我打給高增 我剛才拿了一本地藏菩薩經 他說為何你會唸出口 我說我當作讀書,我覺得字很漂亮 他說你現在麻煩 你要把全本地藏菩薩經 全讀它為止 要不然它們不會離開 它一直都會坐在你家 因為它們要聽 它們希望能夠到別的地方 沒錯 你給它迴向 這麼難得有人讀地藏菩薩經 它們就來聽 我家裡越坐越多 你整個人感覺到 有沒有覺得一陣陣糧 我簡直感覺到那些全都是我的房子 我說糟了,這次正在死 我打完之後,我一邊讀,一邊流汗 我剛才讀了三個多小時 我告訴你,一本地藏菩薩經 是很厚的 我讀完之後,我還刪除了一本書 我回向眾生,請你們離開 慢慢地就開始發覺 好像人們散了霧的感覺 就離開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說自己的真人真事 但剛才馬老師說的經歷 我真的要說 地藏菩薩經原來找心念 我不應該找口讀 他們心念是否聽到 感覺到嗎 也是迴向 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因為你跟在陰靈之中 他可能是因為你重經時 他覺得在多謝你 對,我知道 所以他在聚集中 我知道,他越來越多 你重經後,一定會積得到福 我也有重地藏菩薩經 我也照唸出口 照唸出口,當然 我也是照唸出口 有些音靈來聽 就算聽,其實也不怕 他不會關閥你 我第一次害怕 你感覺到房子越來越多 壓迫感 有些人會這樣 所以每個人都會不同 假設你很想感受有鬼 我教你讀一次 你一定會感受到 他都離開,坐在旁邊 陳先生,我知道等了很久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聊天時有太多故事 我們沒空說那個女藝人求甚麼 聽了陳先生的電話之後 轉來再有時間了 陳先生 是… 陳先生,你好 馬君晴老師 有可宜 還有Ice 還有我梁蕭在這裡 陳先生,你好 Ice 你們那裡有很多人 好像開派對一樣 是 喂,陳先生 是,陳先生 是 陳先生,這麼奇怪 不是 我剛才聽到一句 我想幫陳先生補 他說我原來真的直播 我聽到梁蕭八聲 其實想打來試一下 是否真的直播 是否真的打得通 其實真的打得通 我們任何關於陰廟 或者拜動物的經驗 或者猛鬼的經歷 都很歡迎打給我們 是真的打得通 是 好,剛才說 有某一個女星 她去了陰廟 找了師傅 她其實很想求一件事 她真的求 求一個榮耀 我很想得到這個榮耀 她說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真的很想得到 師傅用了一些方法 就說 好,我幫你 她就擺了一些陣子 這件事其在 我不認識那位女星 另一位師傅有一天 就看到我 她就說 假設那女星是可宜 一個師傅跟我說 你認識可宜嗎 我說我不認識 跟她不熟 她說我看最近一個訪問 看見她的樣子 她應該請了一些惡鬼 到她身上幫她拿東西 惡鬼? 幫她拿東西 我說那她會怎樣 她說你現在馬上要找她 你不認識她就要找她 她說我不認識她 我真的找不到她 大哥,你這樣打電話給別人 就被人罵 大哥,我不認識你 對… 你是不是養了惡鬼 你是不是想要的榮耀 她說我有一位師傅告訴你 那她是不行的 她立即收你線 收你線嗎 對 還要告訴記者 我一會待會 好,到最後她跟我說 如果你不幫她 她家庭一定有家人 一定死於非命 或是有很大的意外 直至有一天我看電視新聞 她家人真的有很大的意外 假設我再問現在這個女生 她要不要這個榮耀 我想她一定不會要 她因為有個蕭邦 她拿了這個榮耀之後 就令她家人有一個意外 我想她一輩子都覺得很後悔 所以有些事情說得對 不是你,就不要拿 好,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說一些陰廟 或者一些靈界的事 稍後見 歡迎所有家庭觀眾 回到我們寧首期的現場 你想聽聽關九菇 這個奇人,就是揭三世書 想聽一下元朗的曹伯伯 幫人續守嗎 想… 但現在沒辦法了 大家都聽不到 因為我們有很多家庭觀眾 在等待電話 打電話進來 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有時間再告訴大家 我知道有一位 是星李的女士打電話進來 你好 你好… 李小姐還是李女士 李女士 李女士,你好 好,我們就在現場中有馬老師 馬錦晴老師,可宜 Icy和梁蕭在這裡 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但一個月前,我在夢中 在我做夢中 那裡有一個男人 一個月來都是在纏著我 但我又看不到她的樣子 有很多時候我在夢中 都可以看到 一些人或是其他人 就是其他幽靈之類的東西 她又不斷纏著我 有時候會覺得她和我在做某件事 即是做愛 對… 在夢中做愛 是的,但我又會很累 但有時候我又會… 無故又會說有財運 但我根本沒有讓過鬼仔 然後… 有時候… 好像一個星期前左右 我正在走馬路 突然不知道為甚麼 好像進入了異空間 我眼前不會看到有燈、車 甚麼都沒有 是白蒙蒙的一片 我都聽不到有人叫我 仍然會聽到有人叫我 不要走,不要再走出去 然後走出去的時候 已經是原來有一輛火車停在我面前 原來是我差點撞了車 你開支過幾月之前 就在這個夢境裡面 不停地出現一個男人 你就感覺到她是鬼 但她又跟你發生性行為 在一個夢裡面 OK 然後你又得到一些錢 你又覺得好像很開心 但這樣你記住 雖然在夢裡面 她又給你一些甜頭 雖然整件事不是真的 但不像是性交易 你們不在那裡 我容許我對不起 但她又會蒙著你的眼睛 你又走出馬路 又差點被車載死 我是覺得有人叫我 你走出一點吧 你走出一點吧 你再走出一點 你不要再跟她有接觸 如果有一天她鬼暗喊你 然後你在公路上突然撞一聲 撞死了,那怎麼辦 這個東西我就是想師傅來幫我 所以我就打斷了 所以你打斷了 因為已經是整個月的列表 馬老師… 她現在這樣 第一,她跟靈界接觸 靈界給她甜頭 有些財運、有些錢 剛才等待我們這些故事 有些甜頭 又要跟她發生性行為 然後要還 然後就開始感覺到 這個靈體要取她的命 因為她說她上次突然發覺白蒙蒙一片 然後一出去 她現在可以怎樣做 這個個案 我曾經有一個找過看風水的人 也經歷過 我告訴她這些是前身靈 即是纏住她身體的靈界 靈體 前身靈 沒錯,纏住她身體 是… 我教她地藏菩薩般願經實在太長 中一本真的約三個小時 我教她時我唸南無的狀王菩薩 南無的狀王菩薩 她唸了兩星期左右 對不起 不是,我已經有一個會教我 唸經的師傅 是 但還是沒用 不如你嘗試聽馬老師這樣教 你細心一點聽她 你今晚立刻看完我們的節目 12時左右 開始嘗試跟馬老師這樣做 好嗎 希望能夠幫到你 你現在先聽馬老師教你一次 我上次找我看風水的客人 我教她唸南無的狀王菩薩之後 她就一個星期… 唸多少片 我沒有限定唸佛號 南無的狀王菩薩 一句而已 但一句可以唸一天 唸十句、一百句、一千句都可以 沒有限定的 不停唸 隨心地唸 她唸了一個星期左右 有一晚睡覺時 突然覺得在身體裡 把東西走出來 一直扯… 扯到手指也很痛 扯完之後 好像在身體裡 把東西走出來 就好像有一個靈體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唸南無地狀王菩薩 是可以的 南無地狀王菩薩 沒錯 陳,你女士,你試試吧 我覺得… 等於有些人告訴你 這個方法可以試試 你不如試試吧 待會看完你怪談後 你馬上就開始自己唸 但可否… 因為你這樣做是很不對的 我真的要罵你 你不要以為得到甜頭 拿到小財運 但如果他們來拿你命 到最後那些錢也沒用,對吧 好,另外還有一位家庭觀眾 在等很久了 這位是吳小姐 吳小姐 吳小姐 你好 你好 聽得清楚,好嗎 清楚 不如你馬上說這個故事吧 好,因為之前我媽媽帶了一個嬰兒 在我之前帶了一個嬰兒 然後從小到大都已經有一個嬰兒 說跟著我 然後到現在 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多怪事 就是可能或者我弟弟 看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我 搗她的腳趾 但是明明整家人是聽到聊天 或者看到我長頭髮的我走過 但我明明已經剪了短頭髮 然後… 又或者一些同學 在學校的時候會看廁所的時候 看到我站在後面 但我明明不是在… 在廁所裡的 有一陣子我睡覺的時候 我有一晚睡覺 然後… 是很朦朦朧的 但好像被鬼摘 我不知道是甚麼叫被鬼摘 總之我動不動 就是很朦朧地看到 好像有幾個黑鷹在我上面 是幾個… 我肯定是幾個… 我還聽到有一個… 說甚麼… 不知道是… 很辛苦… 用盡很大力,千喜到心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 我綜合你的故事 即是你媽媽下了一個小孩 發覺一直跟著你 而那個就類似你妹妹 或者你姐姐 經常假裝你自己 出來見人 即是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同學也好 都是看到另一個你 那… 馬老師聽完她這個故事 你覺得她現在… 她應該被鬼摘 不管是她姐姐也好 怎樣也好 她又可以用甚麼方法 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在佛法裡來說 專門管地獄道眾生的 就是地藏王菩薩 在地獄界裡 大家都尊重地藏王菩薩 一聽到地藏王菩薩的聲號 他們就不敢作惡 所以遇到這些陰靈鬼怪 前身的時候 其實最好的方法 真的遇到地藏王菩薩的名號 但馬老師,這個情況有點不同 其實她是親人 而且她是媽媽 即是不要她在先 所以處理會否有些不同 其實一樣 她就是… 如果那個嬰兒離開 離開的時候 她可能已經在地獄裡或餓鬼裡 可能會纏著她 地藏王菩薩的聲號 真的一定可以趕到她們 我們不是趕走她 而是可以超渡她的意思 那可否剛才你的方法… 既然她是家人 假設她是她姐姐 可否久不久三個月 或半年有水陸法會 可否寫她的名字… 我經常覺得這是比較善的做法 可否這樣做 這方面最好 那她應該寫甚麼名字 寫她媽媽… 幫她改名字吧 就算不用改名字 只是說她自己的姐姐 就可以了 不如你聽馬老師這樣說吧 即使可以也做了一件善事 每年一些大型廟宇 也有些叫水陸法會 你試一下寫一個名字 譬如你叫甚麼名字 你就是甚麼名字的姐姐 我現在想請你離開 你要去輪迴 你請走了 她同樣有一個很正途的方法 請走她 可能日後她就不會再纏著你 我媽媽有試過 你媽媽用甚麼方法 她好像說把她放在臉上供奉 那你不行了 她就繼續留在這裡 為甚麼供奉她 我不知道是否供奉她 已經很久了 因為已經是十多年了 我不知道是否供奉她 但我記得她放在臉上 好像說有一段時間沒事 後來已經沒事 但因為這段時間 後來兩年 有很多怪事 有或者搬了新屋之後 有很多東西 可能我跟爸爸跟姐姐聽 在廚房想到 又或者一塊玻璃鏡掉在地上 我們明明聽到拍攝拍攝 但原來我們一塊玻璃鏡沒事 很奇怪 我又沒有說真真正正 有一件事在這裡 但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公道一點 你不要賴慕你那個死了的姐姐 可能那間屋裡根本有髒東西 可能她的姐姐也不承認 可能她的姐姐覺得 為何妹妹出生 可以出生 自己出不了 有些怨氣 怨氣後她不肯離開 不肯離開時 可能會做出很多不同的動作 令你們知道 其實就像剛才阿蕭你所說 在碎陸法會或其他超渡 是 寫回名字 還經給她 這個最好 嘗試再做一次,好嗎 希望解決到你的問題,好嗎 好嗎?好的 好,Ice有甚麼要問 馬老師健在這裡 你有甚麼要問 其實我想問 剛才她說有些英靈跟著你 如果她給了她一個名字 譬如真的給了她一個名字 是否代表我要照顧著你 你說是照顧那個英靈 對… 其實我們要超渡她 我們不需要照顧你 給她一個名字就是超渡她 不需要跟她改,一定不改名字 就是在法會裡面 做一些法事去超渡她 其實法事就是跟她中經 無論是地中經 或是其他阿彌陀經等等 都是跟她中經的 我經常都教那些家庭觀眾 我現在教新一代 不要那麼容易有小孩子 有小孩子要想得清楚一點 有了你不要 可能有時… 為何說那些英靈那麼兇 如果你兩個月 你不要她也還好一點 有些過了三個月就不要她 是否成形 不是 如果我小時候有看佛經 或是看通性 簡單一點通性 有胎神的 他們排了那麼久 等於你進入人民日禁事務署 排了那麼久 還欠兩個人 你便可以輪到你 突然被人牽在後面 或扔走了你 你也會懷疑 如果他們根據輪迴的角度 就是他們排了那麼久 才能夠進入你們的圖裡 可以有機會成為人 而你突然打走了他 他們一定不相信 對嗎 很多時他們會搞對上兄弟姊妹 就是為何你可以出生 我不可以 聽到很多人都會搞兄弟姊妹 總而言之一句都說了 不要那麼容易跟別人有寶寶 做性行運的時候 做出安全措施 總而言之 男女也要做這件事 好,今天感謝馬君澄老師 說了很多關於法學方面的事 還有教大家如何 不要再跟靈界接觸 也感謝Ice 再見… 怎麼了 我每天都跟著走回來的 你站在那裡等我 我繼續走 Ice,你不要停 中間快點,走過去 你跟著走 一出去就關掉了 我這麼猛 我每天都跟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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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跟著走